我們加引號的部分 就是那個音檔裡面的口白 開錄了嗎 你知道嗎 在那個謎片裡面 女主角不是有問嗎 開錄了嗎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女主角 是知道是被拍的 另外一個女主角 可能就不知道 會不會是被偷拍 開錄了嗎 謎片不是身位 今天有週刊報導 那這個台北市調教站 已經說了 這個謎片不是身位 交到了地檢署 但地檢署說呢 要尊重這個受害者的意願 受害者就是羅智正啊 你不是受害者嗎 那你不是希望鑑定嗎 鑑定結果 出來講一下 交地檢署公開啊 如果是中共身位的話 這麼可惡 趕快公開嘛 來 再講一遍 開錄了嗎 謎片不是身位 這個是 今天新的這個音檔 蔡英文被錄音 那羅智正就跟他講 一大堆 總統府內啊 這個 這個風水不好啊 要找高人指點啊 蔡英文就說 師父在哪 師父在哪 小音密錄公開 小音密錄公開 這個父應該是父親的父 比較對 師父在哪 小音密錄公開 來 我們蠟碗報的一個橫批 也是出自於這個音檔 叫做 這個地方不乾淨 好 不管是這個謎片也好 總統府也好 兩個都不乾淨 這個地方不乾淨 來我們跟大家徵求夏蓮 你有靈感的話 趕快寫一下 這個夏蓮 字數不拘 四個字到八個字左右 然後我們稍後來回收一下 看大家的這個幽默感 再講一遍 上蓮 開錄了嗎 名片不是身位 夏蓮 師父在哪 小音密錄公開 好 緊接著進到今天的第一題 大家趕快留言 我們的製作人在看著大家 這個鑒定囉 這個他不是身位 這個游盈龍這句要真的是炸翻了 記不記得元旦的時候 網路開始瘋傳那個謎片 裡面赫然一看 不得了 羅智正竟然是男主角 這個影片呢 大概有七八段 但是很快的 羅智正一採取司法動作之後呢 這個影片立刻被下架 一夜之間 連國外色情網站也都全部下架 因為他被PO到了 國外色情網站上 總共是兩個女主角 一個女主角呢 在影片中有講說 開錄了嗎 他跟羅智正有一番調笑 兩個人是知道自己是要開錄的 那另外一個呢 是從男主角視線過去 鏡頭有調整 女主角不知道知不知道 如果女主角被蒙在鼓裡 那他很可能就是一個 偷拍下的受害者 所以如果他真的不是身位 而是一個真實的影片的話 哇那牽扯到的法律層面太多了 更何況 其中一個女主角 很快的被辨識出來 他就是綠營的自己人 有沒有還跟蔡英文合照過等等 所以這個影片呢 爆炸性的發展 那羅智正就說是衛造 身衛 境外戒選等等 那大家都在想 他的競選對手是葉元支 葉元支就說 我沒有那個分量 說我自己 我有這個分量 讓這個境外來幫我 來這個打擊羅智正 葉元支自嘲 我沒有這個分量 其實大家想說的是羅智正有沒有這個分量 因為影片很長七八段 這只是剛開始 不知道如果在鑑定結果不是身位之後 會不會有更多的影片炸出來呢 不管如何 羅智正1月2號深夜就報案 而且11點多 那亮哥還說 11點多報案做筆錄 請問一下 線上的各位同學 小老百姓 你11點要去地檢署做筆錄 有人會理你嗎 但人家這個羅智正是可以的 你懂嗎 因為很重要 那新北市的調查處已經掌握了鑑定結果 這是根據周刊爆料 周刊爆料說新北市調查處掌握了鑑定結果 影片不是身位造假 再講一遍 影片不是身位造假 那反過來講影片就是真的囉 那新北姐也證實收到了鑑定結果 所以呢 鑑定結果有收到喔 但是要被害人同意才能公布 被害人有誰 當然是那兩位女性嘛 那還有一個 如果說這個影片是造假 是假的 是身位 是境外界選的話 那羅智正就是天大地大的苦主啊 他就是天大地大的受害者嘛 那受害者你不是說這是境外界選 這身位嗎 這麼可惡的事情 你要不要趕快出來同意一下呢 對不對喔 所以你趕快出來同意呀 你不是說這是假的嗎 那既然喔 新北姐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鑑定結果已經公開了 那你趕快出來講幾句話 他沒有說話耶 然後曲美鳳 因為整個事情是 曲美鳳的這個主導的這個媒體爆料 羅智正當初出來說是假的 曲美鳳也有出來說 沒有 我們經過比對他不是假的 今天曲美鳳職求對決 他說羅智正還有信任立委職責 是可以即刻督促檢調還有數位部 來徹查影片 對啊 唐鳳呢 數位部啊不是很厲害嗎 對於貴黨的這個羅智正 遭到這麼大的一個打擊呀 跟身為你唐鳳不出來講幾句話嗎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之前亮哥看得很細 在羅智正的臉書當中他跟大家說這是身為的 然後下面沒有一個同黨的同志幫他按讚 或是給他溫暖大家一片靜默 為什麼 如果這麼假的話 這個以民進黨的團結來講不是大家早就去聲援了嗎 也沒有喔 然後還不止如此 羅智正跟蔡英文的對話 41分鐘錄音檔也都流出來耶 天哪 羅智正有這個癖好 他不但你知道跟人家他喜歡錄影 然後跟蔡英文見面也要錄音 是不是羅智正錄的 如果是羅智正自己錄的話 那就有國安問題了 還是說那個房間 蔡英文總統在哪個房間跟誰談事情 羅智正如果說不是他錄的 房間被安了這個錄音器 我們的國安人員是不是有某人應該要下台了 這麼嚴重的國安問題 當然談很多是八卦 因為羅智正超級明信 他認為總統府風水非常不好 如果那蔡英文這個被錄音 蔡英文跟其他的總統府秘書長也好 國安局長也好 或是國防部長也好 投離可證 我們小英總統的談話是不是都被錄音了 撕之疾口越想越可怕 對不對 到底意味著什麼 好來我先讓介大使來談一下 這個所謂的這個身位迷片 現在已經被這個雖然是媒體爆料 新北市地下處已經掌握 之前很多我們現場的來賓就說 要檢定是不是身位一點都不困難 那個影片亮哥也說 因為亮哥就是教這個的 通常身位換一個頭已經很難了 你要換兩個頭三個頭不是很容易 在同一個場景 而且要比對身位很容易啊 你要拿出原片嘛 好那你羅志正沒有原片 你講身位就是馬上告訴大家身位 馬上告訴大家是境外 你怎麼知道你的證據是什麼 那現在新北市人家是新北市調處 人家是有專業告訴大家不是身位 那這個事情已經夠爆炸了 今天更爆炸的是蔡英文被錄音啊 齊大使怎麼看 這個其實偷錄跟這個政府官員講話的話 是犯法的啊 對啊 對這個要追究責任啊 蔡英文應該要出來出來保障自己權益啊 他不是為他自己他作為總統這個身份 被人家交談的對象被錄音啊 這個是要追究追究責任的 對我們先來看一下蔡英文的回應啊 這個羅志正又一樣嘛 他說啊這個蔡英文的錄音檔 也是非法變造 也是境外戒選啊 我跟大家說四十一分鐘啊 四十一分鐘 你記不記得那年吳敦義輸的時候 不是什麼哇好想你 那個聲音檔被人家這個變造嘛 後來司法官拿清白 但是他已經輸了這個選舉 那時候很短 而且很不清楚 那說實話 如果說要變造你跟蔡英文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戒選嘛 假設是這樣 為什麼要這麼長四十一分鐘 而且這個四十一分鐘當中 講得知細的什麼 石定山啊這些東西 他跟戒選沒有什麼關係啊 所以你覺得呢 然後我們的總統府怎麼說 羅志正已經說明清楚 交給國安還有司法單位來調查 總統府沒有第一時間否認 對他他因為他有責任啊 這種事情你也不曉得 還有沒有被報了 是不是還有東西 羅志正就是有一點太輕忽這件事情了 我跟你講他那個事情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想到那個陳冠希的事情 陳冠希為什麼他事情爆出來 就香港的港型 他是整個筆電被人家維修的時候 被人家整個拿去copy啊 對那我覺得就是說 這些東西可能就出自一個一個有一個源頭 對有一個可能會不會不知道 假設是羅志正的手機啊 電腦啊等等 對所以所以那裡面東西可多了 搞不好還不就不只有那個自拍片 那他有這個癖號又是偷錄 又是又是自拍的 這種這種東西 能拍影片就拍影片 不敢拍影片就錄音 就錄音啊 膽大包天啊 跟蔡英文還留下四十一分鐘的錄音 這個要蔡英文來講的話 這種人的話 這大家是拒絕往來戶啊 誰敢跟這種 我覺得這已經上綱到國安層次了 這個非常危險啊 這個非常危險的 那這個是還是他講這些怪力亂神的 不過他裡面不是講到蔡宜祥跟那個吳釗燮嗎 這個跟他就很有關係了 為什麼你知道 這個羅志正他是學是外交的 他是專業是國際政治外交 他在東國大學也教這個 所以他是對於這些外交工作是很有興趣的 吳釗燮可能就是他一個假想的一個競爭 他就想吳釗燮什麼咖都可以做外長 我是什麼咖對不對 那怎麼會怎麼會沒有去 而且他的學校也還不錯 比吳釗燮那個好很多在美國的學校 所以這一東西說實話都是台灣政壇當中 今天亮哥就講嘛 這都是台灣綠營內的秘密 那你說如果說是境外對這個要戒選 沒有意義扯到這裡 你戒選說實話那個謎片其實已經夠了 對不對 那你蔡英文這個講到什麼總統府風水 這跟戒選有什麼關係 今天這個說實話大家都想進總統府 對 柯文哲也想進總統府 惠惠也想進總統府 所以他光是講迷信這段講一大堆 我先 當然我們先釐清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跟蔡英文的對話是不是被聲畏 這個部分他個人的這個自拍的床片 已經被這個視調處說 這是 這不是聲畏這是真的嗎 好 那如果說連這個都不是聲畏的話 他跟蔡英文四十一分鐘的會是聲畏嗎 介大使你覺得是真的還是聲畏的 我覺得他所有東西都是真的 大堅你覺得是真的還是變造的 如果是變造的 按照常理來講 對嘛 他是不是第一時間現在就要叫 新北視調處公佈結果嘛 所以就是要被害人同意 那被害人 假設你羅志正被害人 你怎麼不趕快同意呢 既然結果已經出來了 這個時候公佈不就一槍斃命了 馬上還他清白 這件事情就從此就完全沒事了 為什麼到現在不願意呢 我們現在大家應該要公開呼籲羅志正 現在就應該要站出來 他是被害人 要求新北視調處公佈驗證的結果 他現在不站出來他就是加害人 他如果現在不站出來 其實當然大家就有很多的想像空間 其實剛才秀芳說這兩個究竟是真是假 這兩個如果一個是真的 另外一個就是真的 如果一個是假的 當然另外一個有可能是假的 那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看到的羅志正是不願意 叫新北視調處趕快公佈結果 那當然大家就有各式各樣的猜測 跟想像的空間了嘛 因為按照常理投票前五天 我又不是沒選過 我選了這麼多届 如果我是候選人 我在投票前五天面臨到這樣的事情 好不容易可以還我清白了 我一定第一時間叫他趕快出來 把他講清楚 否則接下來這五天 這個片子在 我的選區再這樣傳遞下去 對我的選情一定會造成影響 所以我覺得羅志正的現在的做法 很不合常理 這才是讓我覺得 大家覺得這個可意的地方 就是為什麼 這個時候你不積極的要求處理呢 我覺得看到這個之後 你覺得呢在羅志正身邊的那些 跟民進黨這個 民進黨那會嚇死 只要跟羅志正講過話的人 會不會都擔心自己可能被錄音過 而且就像大使講的 其實這件事情 它一定是從一個database被流出來的 對 那這個資料庫裡頭可能存了影片 如果我現在講的是假設如果都是真的 它可能存了影片 可能存了錄音檔 而且如果這個錄音檔是這樣錄的話 代表羅志正有這個習慣 就其實不是沒有這種人 其實在政壇裡頭有這種人 所以我們也都知道跟誰講話 所以他特別小心 因為他有習慣會錄音的 所以為什麼你會看到很多各式各樣的 弊案最後被爆發 有些人為了自保 馬上就拿出錄音帶來了 所以你看我有錄音帶 因為這段錄音帶41分鐘 但是目前在網上 它有這個文字檔 這個文字檔很清楚 一個字一個字全部打出來 那我覺得在裡面 我自己的感覺是小英是很謹慎 小英可能知道這個黨內牛鬼 學生很多 所以羅志正講過一大堆 小英通常只接一句話 真的嗎 師傅在哪裡 小英感覺上 當然他是順著羅志正的話 表示有 表示有興趣啦 我們也不想得罪羅志正嘛 哎呀這個需要寫到我的行程裡面 但你會發現羅志正講了個大半天 小英就是一句話回應 感覺上小英對於羅志正 應該是有一點點戒心 所以事實上在這篇裡面 當然你就看到羅志正 這個人的職啊 你就知道 這是一個迷信的人啊 一個來告狀的人 其他就是來告狀的 那他前面講一大堆就是 我要為你小英好 所以你風水不好 我告訴你怎麼辦 來跟小英交薪交費的 然後後面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嘛 這個不好那個不好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呢但是小英感覺上 對他充滿戒心 所以小英的每句話呢 都是極其簡短啊 還好小英有這個戒心 要不然真的是不得了 你想想看 如果說來討論的是什麼 國防機密啊 對不對啊 或是更多跟錢有關的啊 所以他有講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石定山上有師父說 總統府是個陰帝 百世怨靈通通跑到這裡 裡面的人容易出現錯誤判斷 所以正常的人 進去都會變得不正常 是不是 奇怪東西會擾亂人性 王金平也很信 然後蔡英文就有問啊 師父在哪裡啊 然後批評吳釗燮 講這個趙怡祥啊 等等之類的 然後當然這個侯敬辦 立刻說嘛 對啊 如果是偽造的 你就公布來源嘛 如果是事實的話 這就是一個重大國安危機啊 開玩笑 跟總統講話 總統被錄音 你羅志正都錄得到 其他人錄不錄得到 還是說民進黨 每個人身上都揣著一個錄音機 去跟蔡英文講話的時候 跟蔡英文的對話 竟然有錄音還外流啊 我的媽呀 然後亮哥說錄音 如果是真的 我們判斷時間是二零一九年一月 因為你去對那幾個事件的 時間點 他就是勸了蔡英文 這個命不夠硬啦 所以後來蔡英文接受了 就決定把跟賴清德 初選延後兩個月 嗯 亮哥真的是內行人 然後游英龍 也火大了 自拍布雅片 還要扯大陸戒選 選民不是笨蛋 可能反效果 游英龍大家知道 這個也是清律 所以介大使你怎麼看 其實其實網友一開始搭 大家都不是笨蛋 每個人都認為是真的啊 對不對啊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 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有額外浸 請出示範 必須要保持 夠精神的跑步 我們會叫做初步 , 休息 you 可以 兩位 assembly 你要 好 精神的 枝